因为上个星期连日暴雨影响的菜价 现在台风又来了 民众很担心菜价会变贵 一大早就赶到市场买菜 最新情况在给记者谭若宜 好的主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台北市的木榨市场 那么可以看到呢 今天早上的市场里面呢 好像来买菜的人并没有那么多 那么根据刚刚摊贩是表示说呢 也许有可能是因为昨天呢 民众就出现了一个预期的心理感 在台风之前呢就已经先来买菜了 所以呢导致今天呢 来买菜的人好像比昨天少了不少 那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最近菜价变高了 对对对 那有什么感觉 就是说可能吃简单一点 所以今天来买什么东西 我今天来买水煎包啊 因为想说比较方便嘛 不用再买菜再煮啊 因为菜价最近 对菜价有比较高一点 因为现在菜价变贵了 然后买水煎包的取代正餐这样子 现在菜都是下雨不好 就是比较贵啊 啊菜都烂掉 你看都是烂掉啊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呢 刚刚市场卖菜的摊贩是表示说呢 因为上个星期受到暴雨的影响 很多菜都受损了 像是高丽菜的外层呢 菜叶都是一块块黑色的伤痕 那都是因为泡在水里的时间太长而造成的 那么呢 同时也让蔬菜的量是减少了很多 价钱却又上涨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可以听到刚刚是有民众表示呢 他们这几天是打算 打算呢少买一点菜 改买一点像是包子啊 水煎包甚至是水饺之类的食物来取代哦 那么以上呢 是现场的最新新星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哦 好就怕台风之后菜价会更贵 所以今天引来了很多人潮在菜市场墙买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